这段影片我们讲一下Google云主机的申请方式 那首先你可以来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cloud 就是云的意思 点google.com 在这边他介绍了他一系列产品 因为云主机就是很多服务 那我们先不用看这些产品有什么 我们直接按这一个叫做免费试用 那你按了免费试用之后 他会要求你要登录一个Gmail账号 那现在就是我用了我一个google账号 也就是你平常在用Gmail的账号登录 登录之后你就会看到他出现一个表单 让我们来填写 那这边他有稍微说明一下免费试用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 那在免费试用他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60天 那一个是300美元 如果你30天就把300美元用完 那就试用就结束 或者是你300美元一直没有用完 那最多也知道你用60天 那要用完300美元应该是不容易 所以大部分都是会用满60天 这个填写的表格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都大概选好了 或填好了 第一个就是国家与地区 我们可以选你所在的 你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这主要应该也是跟你下面要填的信用卡 会比较大的关系 那货币他不会变动 他就是用美金跟你算 那当然实际信用卡刷卡 那就看你的刷卡银行会跟你收那个汇率是多少 那在账户类型我这边是选个人 然后姓名与地址 首先是填地址 第一个是邮地区号 然后因为刚刚我们选了台湾 那这边就显示了台湾的县市 再来就是依据我选的台北市 又出现台北市里面才有的区域 再来就是填你的地址 那你地址剩下的你就全部都填上去 除了台北市中生区之外 你该填的地址全部填完 填完之后 这两个都是让你填地址 如果你第一个地址 很长填不下的话 你可以填到第二行 那最后这一个是填姓名 你如果还没填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一个提示 是让你填名称 那就是填你的姓名 如果没有填名称 它会告诉你这是逼填栏位 那主要联络的人我就填我自己 然后这边是手机 你如果没有填的话 这边会写电话号码 然后是email email它会自动带你的Gmail进来 如果你不常用这个Gmail 你想填别的应该也是可以 比方说我填一下优衣的 好像也是可以 它也没显示错误 那再来就是要填信用卡或借记卡 你的金融卡要必须是Visa或Master这种可以刷卡的 有这种符号的才可以用 不是一般的提款 那这个金融卡都可以用 然后再来你就把你的信用卡卡号填上 这个是到期的后面是年前面是月 比方说我是2020年也是填两码就好了 比方说我是2020年 然后填20就好了 那这个是信用卡的翻过来 后面墨三码 那比方说是123就填上去 那信用卡号码就填 应该是16位数吧 然后此卡人姓名就填上去 那这边有 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地址的部分 你的信用卡上面的地址如果一样你就打勾 如果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它会要你再填一次 你这一张卡片登记的住址在哪里 那你可以再填一下 那我们这边就用同上就好了 然后账单使用的语言 那预设是英文 你可以把它选成繁迪中文 然后这边有同意条款 你必须要选试 那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卡 只要你信用卡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是正常的使用状态 它不会去刷你的卡 也不会去扣款 那你只要按下去 就会自动带到后台去了 就你就原主机的后台 你就开始进行创建主机 然后就可以来使用 那这次就是你送出之后 然后信用卡有过 就会来到差不多是这个画面 因为我这一个账号已经是有申请使用 你看左上角就会告诉你 你的额度还有多少 然后免费试用期限还有几天 Google云主机的试用还蛮人性化的 假设你今天建了一台主机 然后可能一个月要20块钱 那你试用期到60天满了之后 你也忘记了你曾经创建过这个一个月20块的主机 然后Google是不会去继续扣这个一个月20块的 它到期之前它会寄信给你 里面会问你说你要不要继续使用你创建好的主机 那即使你没有看到这封信 也没有关系 它就是冻结 你的账户就冻结掉 然后里面的服务 它也会过期就没有了 它并不会主动去扣你款 可是相对的就是说 假设你这一台主机你真的要用 那你就要记得 按照信里面的操作步骤 再回来做一次 就是你有确定要去用的一个动作 不然你那台主机里面可能有贵重的资料 你有正式上线的网站在上面 那就会不见 所以这一点你要知道比较清楚 好那这段影片我们介绍怎么申请 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我 先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